前首相纳吉在监狱服刑期间上电视,接受访问,引起网民热议。 国营电视台RTM昨天的节目内容画面,出现纳吉介绍彭亨景点、文化和美食。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截图显示,纳吉在接受国营电视台RTM一采访时,身穿衬衫。 身为巫统员任、北根国会议员的纳吉,在题材为漫游《大马一家》的节目中,介绍彭亨的历史故事,以及当地的景点、文化和美食,和他与北干的渊源。 而画面下方,则出现人民、公正党顾问望阿兹沙母亲离世的消息,证实有关内容是在最近24日发生。 行动党全国副主席尼可敏通过推特推文质问,纳吉真的有在狱中服刑吗? 他似乎正在通过第一电视为国阵助选。 他也标记大马监狱局和国营电视台,要求他们对此作出说明。 行动党副宣传秘书杨巧双也在推特,转推纳吉受访的截图时,质问,为何囚犯或飙车党Matt Rampitt能够被允许出现在电视节目? 他费解。反对党民选议员被勒令禁止踏入校园,即出现在电视节目。 为何囚犯和飙车党却被获准? 网民留言说,所以纳吉一直在监牢里过着VIP生活,比我们普通百姓还过得富裕。 人家贾贾都是前首相一名,上电视肯定要穿好看点啊。 难道要穿监狱衣受访吗?难看吗?这样。 我看他在家报肥婆睡都不一定,要人的时候才在去牢房。 事情发酵后,大马监狱局马上做出澄清,并称国营电视台播出纳吉受访的片段是入狱前预录。 内政部监狱局发周二文告表示,纳吉不曾在监狱中接受任何媒体的访问, 而经该局调查后发现,国营电视台是在纳吉入狱前, 已经提前录制第57集的漫游《大马一家》节目。 10月24日,在国营第一电视台播出的片段, 旨在介绍彭亨北根的历史故事,并且与政治毫无关联。 监狱局也促请公众,不要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 否则可对不负责任者采取法律行动。 纳吉的女儿诺亚娜指出, 她的父亲在家引监狱服刑两个月后, 已经习惯了监狱生活。 除了专研宗教之外, 还抽空在业余时间阅读和缅怀孙子们的照片。 然而,她今天通过Instagram的现实动态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提到, 她昨天去看望父亲时, 询问他是否感到哪里不舒服时。 父亲坦言, 这是身体上, 而是精神上。 父亲很想念为人民做慈善工作, 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过得如何? 人们准备好迎接明年可能出现的经济萧条, 以及国阵是否已做好准备迎战大选。 诺亚娜也转达纳吉的讯息, 祝贺应议同胞图妖节快乐, 并提醒大家天气变化多端, 注意身体, 同时也感谢各界的慰问, 感谢上仓。 父亲似乎还是那么淡定, 斗志昂扬。 土团党最高理事拿督阿督拉迪夫表示, 西蒙布英宣布, 西蒙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为首相人选, 因为安华队前研究助理尤索夫的性侵案件还没有结束。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按照惯例, 当领导人在法庭上面临性犯罪的指控时, 他必须从任何选举或政府职位中退出, 直到所涉及的法庭案件完成。 这是为了确保只有连结和道德的领导人才能担任重要的政府职务, 以维护公众的信心和国家的声誉。 他发文告指出, 各政党提名的首相人选, 必须是发给国家元首的合适人民。 在这种情况下, 由西蒙负责并审查首相职位的提名, 他们需要尊重全国大选进程, 确保所有候选人, 尤其是首相人选, 都是清廉和正直的。 在高庭对尤索夫案做出裁决之前, 安华没有资格被提名为首相。 巫统总秘书拿督斯里阿末·马斯兰认为, 任命三名副首相比任命四名高级部长更能为国家省钱。 他驳斥了任命三名副首相浪费公款的指控, 强调任命副首相比任命四名高级部长要好。 有人说, 委任三名副首相是一种浪费, 但是, 在我看来, 我们能够取消四位高级部长, 取而代之的是三名副首相, 反而是节省开销。 他强调, 如果行政费用依然很大, 那么也可以削减工资和津贴, 这样行政费用就不会太大。 三名副首相被认为是更好的选择, 尤其是任命沙巴和沙拉越领袖, 浙江更好的协助首相。 明星党宣传主任拿督阿兹加曼指出, 盖党主席沙菲尔阿达曾获国盟前首相慕尤丁, 及看守首相伊斯麦莎比里的政府, 现役担任副首相一职, 但都被拒绝了。 他今日发文告指出, 沙巴和沙拉越领袖的不是副首相职位, 而是中央政府实施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M63。 沙沙两州人民只希望作为这个国家的平等伙伴, 在建国和发展过程中, 享有立国契约中的M63权益, 公平的分配, 以及平等的联邦伙伴地位。 同时也希望不要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被抛在后头。 阿兹加曼也质疑, 一旦沙沙领袖受委为副首相后, 未来是否将不能担任首相, 并质问此举是否意味沙沙代表未来没有资格担任首相一职。 倘若首相一职只保留给西马的领袖, 那么沙巴、沙拉越及西马, 作为马来西亚平等伙伴的地位意义何在? 西马的人是否认为沙沙的人民不够聪慧?